唐传奇 听见你 上一回我们说到李懿在赴任前回家探亲 在池里下誓言 商定在八月立刻去霍小玉团圆 可是李懿回家之后却奉了母命与高门结了亲 他是否还记得与霍小玉的海事三萌呢 这正是这一回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话说李深心想 他既然自己已经违背了约定 耽误了去接霍小玉的日期 所幸就什么音讯也不给他 想让霍小玉就此断了对他自己的想望 又设法嘱咐远在京城的亲友 不要对霍小玉泄露任何的风声 再说霍小玉自从李深耽误了约起 没有来接他 便多次去探访他的阴性 得到的消息都是虚假诡异的说法 一天一个样 霍小玉到处求神问补 心中充满着忧虑以及怨恨 就这样过了一年多 天天他独自衰落地躺在闺房里 终于得到了重病 虽然李深阴性全无 霍小玉对他的思念却一点都没有改变 他四处送礼 买通李深的亲友 想要从他们那儿得到一点消息 由于这样急切地寻求 他家里面的钱财也都用光了 只好常常拿箱子里面珍贵的福士珍腕 叫适儿偷偷去点当掉 大多都托西市祭寿的店 猴锦仙为他卖 有一次他叫侍儿晚莎拿了一支纸玉猜到侯锦仙那儿卖 这途中啊就遇到宫中作坊的老玉公 他看到晚莎手上拿着这个玉猜 就走上前来指说这玉猜是我做的 那年霍王的小女儿十五岁的时候特别叫我制作这一个玉猜 当时呢还给我了一万钱的酬劳呢 我一直没有忘记 你是什么人呢 这支玉猜是达哪得到的 婉莎说我家小姐就是霍王的小女儿 如今啊她家道败落 又失身于人 她的丈夫前些时候去了东都 至今呢阴性全无 小姐抑郁病倒 至今啊也快两年了 叫我把这玉猜卖掉 得了钱好去送礼 请人去打听李生的消息 玉公听了这番话 心里酸楚流下了泪 她说本来是尊贵的小姐 如今居然遭遇到这样不测之事 落到了这样的田地 我已是丰主残年之人 见到这甚衰无常的光景 经不住也感到伤心难过 于是便把婉莎领到盐光公主的府中 把这事一一告诉了公主 公主啊也为小玉伤心叹息了好久 就给了婉莎折碗钱 把她带给小玉 这时李生所定的未婚妻 如氏刚好也住在长安 李生筹足了钱财之后呢 就回到了郑县那年的腊月 她请了个假 准备回到长安结婚 到了长安之后 李生悄悄的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住下 不要让别人知道 有位叫做崔玉明的读书人呢 是李生的表弟 性格呢非常的忠厚 过去啊也常常和李生 一起到霍小玉家欢聚 敬艳谈笑 亲密无间 自从李生离开长安之后 崔玉明只要得到李生的一点音讯 就会如实地告诉小玉 小玉也常常送给她一些衣物 还有生活费作为酬谢 崔玉明为此也非常感激她 李生到了长安之后呢 崔玉就把李生的近况如实地就告诉了霍小玉 小玉听到之后 含恨叹息道 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 便释出拜托亲友 用尽各种方法 请李懿来与她会面 而李生呢 也知道了霍小玉的近况 她总觉得自己辜负了她 背弃了那海事三蒙 她觉得自己对不起霍小玉 而且她也知道霍小玉的病体沉重 知道霍小玉如此病况的李生 她是否会前去相会呢 我们就请听下回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